玩鞋子也算是有好一陣子的時間了 可能比一般人都還要來得久 自己擁有的鞋子就是 你會停留在某一個數字 你就再也不敢數不想數 我是看綠哲的網站的站長 Sam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想要洗的鞋子 那這次受到R8的邀請 我覺得趁著過年前的一個時間 把一些陪伴自己很久的老鞋 送去做一個大掃除的動作 是我現在最想做的 喜歡R8的原因 另外一個是他們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服務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鞋子裝箱 然後整批的就寄送給護理中心 那專人來為你處理這些鞋子的清潔 一開始我就會先把鞋撐放進去 就先把它的型先撐好 清潔的時候會比較好清 再來就是一個重點把鞋帶拆掉 鞋帶拆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鞋舌是一個蠻髒污的地方 這樣子才能把鞋舌的部分也完整的清潔到 只是說鞋帶是這個位置 它是常常會去做到摩擦的 所以其實在鞋帶清潔上 這個都是清潔的一個重底 重底的部分的話是很容易去做清潔的 除非像這種鞋面本體的損傷 一個比較需要提到的重點就是 鞋皮的清潔它是會更需要去小心注意的 所以在刷具的選擇上又要特別的小心跟注意 跟鞋皮不同 其實每一種材質都有它不同的清潔方式 像是鞋頭的這個部分它的污漬都是卡在裡面 它的污漬都是卡在裡面 然後你帶回來之後才會發現 所謂的乾淨呢 跟他們專業人士的手法 帶回來的東西真的是不一樣 會覺得說真的 偶爾給這些很辛苦的鞋子一頓好的 好像也是蠻值得的 你們把不同的材質面料的鞋款送過去 他們都可以跟你看看它的談刷子 跟你聊聊它的市場價格 在這樣子的了解鞋款的朋友們的維護之下呢 把鞋子送給阿爸護理中心 是我覺得可以放心的一個地方